一蘭拉麵現在不僅是日本 還衝出香港、台灣等地 是最有人氣的豬骨湯拉麵店 最初並不像現在一樣是一間店 有味集中間隔 給客人品嘗自信之作的豬骨湯拉麵 而是在福岡裏面戒變的一間流動大排檔 日本稱流動大排檔為屋台 一蘭初代社長中原精知 以屋台形式起家是1960年代的事 當時日本敗戰不久,極度貧窮 對衛生的要求成不過田飽兔的最基本慾望 當日本變得富裕 隨便在街邊擺檔的屋台逐一遭撲滅 漸漸在全國各地消聲匿跡 不過來到福岡縣那歐村的河邊 竟然發現整齊地排成一線的屋台鎮 一反常態 最深日本今集是超文化系列 簡歷現在成為福岡市珍貴觀光資源的屋台為主角 之前在47道道府縣的福岡縣特輯中 簡單介紹過屋台 今次親身到訪福岡市的宗舟 仔細觀察熱鬧的屋台 還坐在已經破舊不堪的小椅上 感受著微微的清風 感受一下在乾淨的店內 一定找不到的街邊料理 難得來到日本當然要體驗一番 由南福岡市 搭地下鐵的空港線 去中洲穿端站落車 來到中心王區的中洲 即時可以找到12層高超人氣拉麵店 一蘭的總壇 大廈旁邊有一條河 那鵝村 向河邊方向走再轉左 遠處河邊走不久 就看到溫暖的橙黃色燈光 照亮著分隔博多和天神的那鵝村 隨著微風傳來一陣又一陣食物的香氣 喜歡豬骨湯拉麵的人自然被香氣吸引 相反 不太喜歡的人就有點矛盾 食物香氣裡面帶點豬骨湯味 不知是向前走還是回頭 這日是11月中 下午5點半已經開始入客 那鵝村旁樹上的燈飾 為肚餓的途人帶路 走向2020年代和超和時代的平衡時空 不久已經找到屋台的蹤影 一間又一間的屋台開著燈 不過座位上還沒有客人 因為復光的屋台規定下午5點後才可以開始用地方 這個時段店長和店員都忙著做準備 先看一看第一間屋台沒有這個餐牌 有串燒、天婦羅、炸蠔、燒帶子等等的海鮮 每款價格都為500日圓 海鮮也不超過1000日圓 最適合吃完晚飯後 和自己喝啤酒、日本酒談天說地 莫里在超和48年創業 即是1973年 在日本食店的店長會稱為大將 深大將50年來經營屋台 為客人針酒 但他竟然不懂喝酒 現在準備開店的就是深大將 屋台的所有事親自躁到 憤愛有人情味 相反第二間屋台 有四個年輕人正在佈局 這間屋台的店主高田吉昌 是福江市102間屋台最年輕的 2019年開張時只有20歲 讀大學時在屋台做兼職 之後由店長接受屋台支勒門戶 開了這間屋台 下一間買天婦羅和雞串燒的一瓶 更加可以清楚看到屋台的構造 下面真的有一對車輪 全木造的車仔 後面再加放食材和煮食工具的架 一殊之隔終於找到豬骨湯拉麵的屋台 Takeza F.R.C. 大將的鐘仔武士在另一間屋台學會20年 在2019年終於有自己的天地 除了有薄多豬骨湯拉麵外 還有鵝釘即是田落雜錦煲 名太子 燒魚等等的菜式 除以季節而轉變餐牌 例如現在11月天氣轉良推出鵝釘 巡霞秋冬各有特色 店名裏的Takeza就是個母字 而店名全名Takeza F.R.C. 即是母F.R.C. 相信是來自大將鐘仔武士的名字 那為何會改這個特別的名字呢? 你不妨下次問一問他 然後再告訴我吧 是一間雞白湯拉麵 在2017年開張 全新製造了採用不鏽鋼來做的屋台車身 有二十多款地酒和燒酒 地酒即是指當地即是福江縣出品的日本酒 來配極具特色的白鵝釘 和常見啡色豉油湯底的鵝釘不同 用了雞湯來做湯底 而雞湯煲Mizu Taki 亦是福江的地道美食 這兩個大鍋裡不知是否裝了 以作賀員特產的有田雞來熬的雞白湯呢? 中洲北部總共有五間屋台 各有特色 其實這裏只是聚幕 以中洲圓橋商隔近大型購物商場 Kaniru City Hakata的南邊 還可以大開眼界 再向南走可以找到更多不同的屋台 不過現在正在整路 要逗過中洲圓橋去那阿村的對岸 途中會遇到浪漫燈光 映照著橋上賣窗賣藝的蕭男少女 充滿城市氣氛 再經春吉橋走回去打阿村通 迎接途人第一間屋台大層 紅色的桌子帶少許中華料理店的氣息 提供招牌菜的臥丁 拉麵 雞串燒 已經準備得七七八八 座位排得什麼什麼麻麻 總共有13個 要同時接待13位客人一定不容易 營業時會掛上幾個紅燈籠 鎮守著南邊其中一端的入口 屋台和屋台之間 原來有空間來準備食物 怪不得小小的屋台 可以提供十幾款以上的菜式 布 燒 拉麵俱全 接著也有提供博多拉麵等地道菜式的 山芋 掛在天花的木牌色菜牌在標記 配上橙黃色的燈泡 分內溫馨 突然畫面轉陷 大叔發現我也沒有任何反應 屋台車保持著圓形 完全還未作準備 看到大叔的作風 感覺到有點不尋常 原來這家紀民的大將天般正宗 是東京获米茲連兩立姓 著名壽司店 東麻布天本店主的父親 過了一會 八點半回來看看 已經坐滿了客人 發現這家紀民 和其他屋台最不同的地方 暖臉是白色的 很小的字寫著天婦羅 少羽等等的字 門面也沒有比人高的大型餐牌 大將天般正宗一貫作風 而且餐具也精心挑選 一點都不跟大牌檔相襯 有機會要來這裏見識一下 不知道在旁邊幫忙的 是否她老婆 真的想訪問她一下 脫離了黑暗空間後 掛著寫上日文和韓文 查眼白燈籠的Touchan 稍後在其中一間吃晚飯時 旁邊的兩位少女就是講韓文 加上福岡來南韓激行 在燈籠上寫韓文 確實有招客的作用 在旁邊的有主打長品拉麵 和餃子的新籠 招牌看上來就好像一間中華拉麵店 甚是菜式有右下角的明太芝士餃子 接著來到小島商店 大將小島大和大學畢業後 成為上班一族 不過她也是想在屋台工作 在這間屋台的前身學師17年 之後自己成為大將 八百英的軟綿綿明太暗烈是招牌菜 就算兩邊被大叔夾住也有女士來嘗試這道菜式 這道掛上了製麵屋慶史緊濟的木牌 很有興趣想品嘗一下這道的薄多豬骨湯拉麵 這間中舟十販情精方形 店名的十販就是來自店舖編號 跟著都是以拉麵為主打的 Yama 站和Heida 站 出名牛雜豬雜煲和一口餃子的軟綿 在這裏可以清楚看到屋台和屋台之間的空間 可以用來做水壩 放滿了各種飲品和杯冰等 是一個非常有效率的做法 下一間屋台是 外觀與眾不同 難怪座席上不是漢流滿面白杯心的大叔 而是年輕少女 看看餐牌 說他不是太利家有什麼特別 再看看正面 原來有一個雪櫃showcase 放滿了新鮮的海鮮 有魚 八爪魚 蝦 還有肉類 難以想像的屋台會找到這些食材 上面還有一座冬菇山 旁邊有日本酒 帶女朋友來這間屋台也不用擔心 接著有女士做大匠 長濱豬骨湯拉麵的風來坊 薄多拉麵的山行 大匠的山下應二曾經在餐廳做大廚 附砌的豬骨湯拉麵和雲吞的吞龍 令人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爛熊熊的紅色大燈籠 攜檢日下這間赤之座 畫滿了各種複光明脈的戀簾最容易變形 一間特劇站也大受女士歡迎 以手造餃子為招牌菜的屋台不多 招牌只是寫上我丁的麵力站 最後有蘇珊 父親的省次在1981年開始經營屋台 但市政府以往全力撲滅屋台 而一間蘇珊大將的省次為求傳給下一代而打官司 在稍後的章節會作講解 一口氣看了十幾間屋台 各有特色各有故事 在2020年代做屋台主人絕對不容易 收入不多之外還虧限多多 現在發展得整齊和清潔 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逛了福江其中一個屋台集散之地中洲之後 話許有人會發覺料理的款式萬變不利其中 由拉麵之外還有天婦羅 我釘的田樂雜錦煲 這裡和屋台的起源有深厚的關聯 以款式上來看會覺得變化不多 但尤其天婦羅和田樂雜錦煲是招牌菜 例如街邊小販沒有咖哩魚蛋和雞蛋仔炒律子的話 必定大為失色 到了十八世紀末普及起來 在以往介紹東京城市的影片中 例如秋葉原和淺醋都提及江戶 即是現在的東京曾發生多次大火 範圍最廣的1657年3月發生的名曆大火 燒召了三分二個江戶 有一個說法十萬人喪命 當時剛從日本橋搬到淺醋的吉原遊國 也受災遭大火燒焦 不少遊女遇難 不是燒死就是跳入池裡遇難而溺死 大火過後 當然要重建德川將軍鎮守的江戶 大量外地男性聚集來到江戶公幹 重建房屋、道路等各種基建 外地勞工來到江戶沒有任何依靠 也沒有家人提供早午晚餐 去食店用餐就成為日常所需 18世紀當然與現在不同 食市還未發展成熟 很多都是提供簡單的食物 靜靜合乎外地勞工的需要 因為食得太飽會影響工作 一碗簡單的橋墨麵 幾罐江戶前手握壽司 一份天婦羅 份量剛剛好 也適合在路邊開檔小屋台烹調 接了單後可以即時提供食物 客人在幾分鐘內便會吃完 簡單、方便、快捷 這是屋台最初的模式 在路邊開檔還有一個重大原因 就是天婦羅這款現在代表日本美食 不需要多說以高溫的油來拿食物 導致火災的危險性極高 一般家庭就算想吃 也儘量避免在家裡烹調 經歷過幾次大火災的人 對火警極為恐懼和小心 店舖形式的食肆 遭禁止烹調天婦羅 所以天婦羅屋台有實際上的需要 如果曾經去日本民宿杜宿的話 在晚上可能曾聽過村民組成的消防團 邊哮響拍節目邊巡邏 來呼籲居民小心火警 恐懼成為習慣維持了幾百年到現在 火之用心 竟然間接令屋台文化得以發展 江湖時代的屋台一直流傳到二十世紀 第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變得極度貧窮 田飽的肚由基本需要變成車球 例如上野亞美橫丁和大阪鶴橋特輯裡介紹過 戰後政府實行配給制 食物份量根本不夠飽兔 非法小販由農村買入蔬菜 聚集到城市火車站旁擺賣成為黑市 非法擺賣小販重視流動性 警察來到就要走鬼 發展成為現代的屋台 日本在盟軍GHQ統治下 1949年後生省實施措施漸漸減少 包括屋台等霸佔工地的路店 秋葉原特輯裡也介紹過 電器街集中在高價火車軌下 就是因為被迫遷 屋台處於劣勢 1955年政府推出政策 實行針對路店飲食店經營者的措施 通知各個道道府院的衛生部門要行動 熟悉屋台成為了犧牲品 進一步租驅逐 現在各地屋台 多數只能在神社祭典期間 光明正大地擺賣 提供炒麵 章魚小丸子 朱古力向照 賣傳統面具 為人們帶來短暫的歡樂 現在除了神社祭典期間之外 屋台幾乎失去蹤影 非法的也絕無僅有 也許在1990年代的日劇裡 還找到在屋台吃餓餅飲日本酒的場面 到了2020年代 全國各地屋台都消聲匿跡 在東京1980年代還有近300多間 估計為2020年東京奧運會作準備 2015年東京都對街邊擺賣條例進一步收緊 令大多數都滅絕 現在只剩下幾間 另外廣島縣、吳市、藏本通 和四國高知市的屋台比較出名 但是因為大將高齡和條例收緊 以寥寥無幾 那為何福江的屋台還會這麼熱鬧呢? 除了開頭介紹過的中州之外 福江市裡面還有天神 另外福江縣裡面 還有北九州市和九樓米市 都可以找到合快的屋台區 其實福江縣也沒有例外 和其他道道府縣相同 在1949年租盟郡GHQ和1955年政府措施下 屋台大幅度減少 今次集中看看屋台勝地福江市 在1961年開始 有對屋台數目正式作統計 1961年有352間 20年之後的1981年剩下246間 數目比不上同時期東京的近300多間 再過20年減至185間 再過20年 2021年只剩下99間 數目持續減少 想起影片開始 中州那厄村旁邊 各家屋台提供的食物 不少是福江招牌料理的豬骨湯拉麵 長崩拉麵和博多拉麵 就是以豬骨湯來做湯底 豬骨湯拉麵成為福江市屋台傳望的關鍵 回到戰後不久的1949年 盟軍豬HQ發出全面禁止屋台命令 在福江市屋台面臨危機 在下一年的1950年7月 五十多個經營飲食露店的人 組成福江市移動飲食業聯會 與行政和警察進行交涉為補飯碗 8月向市長提交談完書 但沒有獲接納 之後再三向保健所交涉 希望從解決衛生問題方向入手 之後再次向市長提交談完書 市議會將決定權交給厚生委員會 途中聯會多次進行交涉 也得不到理想的結果 想不到在1952年6月 市政下了決定禁止屋台營業 聯會聲稱這個決定不當 起訴到福江地方裁判所 但在下一年1953年得到判決 只起訴無效 即是屋台營業屬違法 一連串事件可以見到50年代 當時行政對屋台毫不漏情 簡直就好像沒有任何價值 希望一掃而空 天無絕人之路 福江院議員的何田鐸郎為屋台出頭 聯合園內幾個地方 直接向中央政府的厚生省交涉 結果在1955年 全國屋台都獲許可可繼續營業 掙扎和反抗五年終於獲得成功 日本在韓戰裡回復經濟 進入高度成長期 帶動各個城市急速發展 空間開始不夠用 1970年代 福江院警察採取措施 道路使用許可不可以改變名義 間接封了屋台的後路 屋台數目也開始漸漸減少 豬骨湯拉麵的屋台吸引大量粉絲 還有名人光顧 令福江的屋台和其他地方不同 地位和人氣高人一等 到了1995年 警察進一步收緊道路使用許可 表明許可只限一代 不可以轉讓給其他人 即是代表幾十年內 屋台必定全部消失 為了對抗 福江市桑原市長成立屋台問題研究會 正式研究屋台的問題和價值 四年後的2000年 實施福江市屋台指導要綱 即容許屋台存在和有限度佔用公共地方 不過要守規則 以明確的準則避免影響環境衛生 和助長黑社會收陀地的問題 2007年 福江市吉田市長要求警察 撤除指限一代措施 為屋台打開了一條血路 暫時避免即時遭滅絕的困局 說了這麼久 其實還未正式坐在屋台的小椅上感受一番 我找了一會 與其去試的話 不如找一個位置可以看清楚屋台裡的運作 發現了新龍旁邊有幾個空位 就什麼都不想直接衝上前 店員指示我坐在其他客人旁邊 作為一個人的顧客好不利 因為叫東西不多 找數的金額都偏低 難以得到好的座位 本來想坐在最右手邊看清楚屋台的運作 雖然未能成功 但問題也不太大 世事總是不能全部符合自己的心意 效率對屋台來說最重要 要以最短的時間來接最多的客人 店員即時給我一個餐牌 不過他也有流程 因為他沒有在這個時候問我要喝什麼 給我一點時間去考慮一下 仔細地看一看餐牌 第一頁左上角找到長崩豬骨湯拉麵 即是代表這個是招牌菜 接著還有炒拉麵 雞串燒 鵝釘 第三頁的菜式比較貴 全部過1000日圓 牛里扒成為1500日圓 發達後才敢試 右邊的一項名太子 是送酒雞品 還有大冬菇 餃子 第五頁已經是料理的最後一頁 有名太子雞翼 雞湯餃子 炸番薯 你又看中了哪一款呢 我想了一會兒 嬸嬸就來下單 雞湯餃子 iment 有名太子雞湯餃子 炸番薯 炸番薯 先來炸番薯 炸番薯 小酒 我願意込得 我給油 炸番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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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餃子丸丸一份入面 那是餃子餃子 是 餃子餃子 麻煩了 麻煩了 有飲品是好嗎 我用烤的 麻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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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了一餐 是 是 焚餃子和土田 麻煩了 我曾經在另一個頻道 介紹福光屋台時 為支持他們記住要點飲品 但我這次因為超低預算的關係 只是點了一杯水 這是一個錯誤的選擇 等一會你就會知道為什麼 這個位置其實不差 可以看到店員如何去準備食物 這位女店員很謹慎的夾我釘 而其他客人都是兩個人 明顯被孤立的我 把所有精神都放在剛剛買的 iPhone 14的螢幕上 我叫的餓釘來了 女店員不小心堵死了一點 我不太介意 不過她也擦乾淨桌面才給我 留意一下她擦的方法 是向自己的方向擦 屋台的服務一點都不適合 一次小小的意外 給我一個意料之外的小體驗 充實了這次旅遊時光 一碗任何日本人都熟悉的餓釘 其實沒什麼可以介紹 唯一是從來沒見過的炸餃子 作為餓釘的話就挺新鮮 作為餓釘的話 也是煎餃和水餃好吃 不知道坐在旁邊的韓國少女 她們在說什麼呢 會不會笑我一個人來屋台 還有叫一杯水永遠都沒有來 仔細看看屋台其實很整潔 我覺得尤其這位女店員 比較注重清潔 好像在自己的家廚房一樣 看著她這麼用心 去做我喊的雞湯餃子 吃得寧寫放心 中間是在吃的 還熱之所以 吃的 看見人家點了阿丁 憤奈香 原來阿丁的湯底要因情況而加事人調教 終於明白了 原來這位女店員正在學師 在旁邊的是師傅 看看阿丁的湯底味道合不合格 剛才女店員的表情很緊張 調教在客人和師傅之間的一分一秒 實在不易過 相比食物好不好吃 我對屋台發生的事更加有興趣 去到結帳 我叫那杯水還未出現 三塊鵝丁和一碗雞湯餃子成為1050日圓 今年我從來沒吃過一餐超過1000日圓 不過可以有特別的體驗 都算是超值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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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的木造屋台 怎樣可以圓圓不絕地為客人提供飲品和料理呢 來到盡頭的蘇站 走去旁邊的馬路規探一下 屋台木頭車背後原來是另一個世界 喉館左穿右插 放滿了主食桌和洗碗碟桌 還有等待烹調的食材 不過不用擔心沒有直接放在地上 停泊住的小型貨車 看來是為屋台補給食材等等的資源 貨物放滿了在石膊上面 還可以找到幾盒紙巾 再看看喉館的一端搏著什麼 原來是路邊一個不知名的裝置 上面寫著屋台的名字 還有連接著水喉 石油氣 下水道 布局一點都不選擇 相信每日報紙和收拾 要花上不少的功夫 在第二天再來到相同的地方 看看沒有屋台時的狀況 看清楚設置在路邊的電箱 都是屋台專用的 而且射上了電名 所以各間屋台每日都在相同位置營業 電箱裡還有電錶 紀錄用了多少電 不單止電箱 水喉也是相同原理 而水錶就不在地下 不過沒有煤氣 所以各個屋台都要自備石油氣來煮食 留意路上的街磚 左右花紋不同 明顯分為左邊的屋台區和右邊的行人區 昨晚真的沒有發現 而且屋台區的街磚分為兩種顏色 估計是用來辨認各個屋台佔用的地方 數一數灰色街磚的數目有13個 電箱、水喉、不同顏色的街磚 整個中周屋台區都有完善的規劃 可以看到行政花了不少功夫在屋台上 希望不會雜亂無章 尋求更代文化和現代社會共存的方法 除了具體可查到設備外 福江市有屋台基本條例作規管 例如使用場地時間限定在下午午至凌晨4時 要在限時裏作準備、營業和收拾行李 還有不可以在屋台木頭車四周另加桌椅 提供飲品和食物 留意一下中周屋台的地址 都是在青樓公園裏 即是市政府擁有的地方 所以市政府可以控制用地問題 而每個月一個位的租金是2萬英 極度便宜 對於屋台來說是優惠 但對於鄰近地方租舖位的人來說 極度不公平 所以一向有撲滅屋台的意見 屋台中一個嚴格規定 營業權只限一代 剛介紹過的蘇珊 大將的原省次已經71歲 而且幻想肺癌 做手術切除了一部分的肺部 不過屋台條例規定 營業權持有人必定要自己親自開店 而且市政職員會突擊巡查 只限一代容許營業權持有人 不能繼續營業時 可以將權利交給配偶或子女 省次想將權利交給不是自己親生的警態 就將它收為養子 但市政翻查以前文件時 因為沒有警態的名字 而不接受省次將權利交給養子的警態 現在市政以特例來暫時對待這件事 沒有即時禁止蘇珊營業 政策要公平公正 又要配合實情 一點都不容易 在47道道府院介紹過 福江市現任市長高度中一郎 在日本人氣甚高 他上任為市長積極發展福江市 引入新科技改善營商和居住環境 早在2010年初次當選時只有36歲 是史上最年輕當選市長 他在下一年2011年已經表明要保存屋台 並且在2013年制定福江市屋台基本條例 為全國首個針對屋台的條例 正式容許屋台營業 如規定屋台的大小和營業時間 而且還有佛則 令屋台有健全的發展 高度市長更加在2017年實施屋台公務制度 現在2022年11月 第四屆已經截止報名 今屆165人報名 名額只有15個 競爭激烈 下次去福江時 可能找到新誕生的屋台 剛才介紹最年少屋台店主 旭正的高田吉昌 就是在第二屆公務成為亨溫二 首屆名額有23個 第二屆有9個 第三屆有5個 即合共已有37間屋台新開始營業 福江的屋台開始新陳代謝 而且報名人數遠超於名額 只要市政府不阻止 福江多年來的特色會獲現場壽命 和其他人走相反路線 結果成為獨一無二 福江多年來的掙扎 由年少有為市長高島中一郎習大成 更吸收了淺草重建世商店街的教訓 防止持權人自己不經營屋台 但透過賣權利而賺錢 福江的屋台已成為日本珍貴的觀光資源 其他道道府願怎樣努力都無法無妨 按既然 Lud而言 grateful